好 接下來方正老師要介紹的是第二題 第二題請你用圖形來表示說 2分之x等於絕對詞 如果以2為比x的配數 絕對詞 這個有多少的十根 那要問你說有多少的十根 那他沒有教你說 問你說十根這個究竟等於多少 問你有幾個就好了 那這個我們曾經講過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假設 y等於這個跟y等於這個 這兩個 當它圖形 相交的時候 圖形相交的時候 表示它的x跟y都一樣有點 好 那y就會相等 那相等的時候就等這兩個相等 那這兩個相等它x也一樣 所以這個x就是這個的解 就是這個解 所以它這兩個圖形有多少個焦點 那它就會有多少個解 也就是我們的十根 好 所以在這邊呢 我們就發現說 你可以把它y等於這個 跟y等於這個 那y等於這個 我們剛才已經在前面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 如果你先把y等於 log以二維底x的圖形 對畫出來 然後呢它的圖形不是這樣 因為它有加絕對詞 它的圖形是什麼 當它是大於等於0的時候 跟它一模一樣 所以它的圖形呢 要看橘色的部分 大於等於0的時候 跟它一模一樣 是這樣子的 沒錯 但是小於0的時候 這個小於0的時候 這一塊呢 它要對稱 你看 是當 第一個就是當 這個log以二維底x大於等於0 那y是等於log以二維底x沒錯 那第二個當 我們的log以二維底x小於0的時候 y其實是等於 附的log以二維底x 就是說這個 你要加一個符號 加一個符號就會 附的就變正了 整個翻上來 翻上來 畫起來就這樣 所以它的圖形是整個 是這樣 再加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y等於 絕對指都可以 二維底x的圖形 好 然後 這個就比較簡單 y等於二分之x 我們就知道 那一會通過00 當x等於2y等於1 然後兩個點 我們就決定 除這個直線 直線 00跟21 畫起來就長這樣 好 那從圖形 我們可以看到 它總共有幾個焦點 有沒有看到 橘色跟黃色有幾個焦點 三個焦點 一、二 還有這裡 三 這裡總共有三個焦點 好 所以這裡有獨之 我們就寫 有 圖 之 有 三焦點 所以呢 原式 就是 就有 三個石根 好,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有 有 五 有 有 有